KK-BOX 玩音乐 让我们欢迎小鬼王洪生 是的 我是小鬼王洪生 在专辑的发片 你赶快接 我发现这次主持人就会有这个 对 怕冷场 因为我一直不想讲话 你会讲到哪里去 对 我可以直接再接一个不同的梗 你继续 在专辑的时候 我现在发行专辑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我叫黄洪生 像我谢谢这两位兄弟 每次看到我 哎 洪生 我就很亲切 我都爱叫你 对 我就很亲切 我就觉得很棒 因为叫小鬼会感觉 好像很不尊重的感觉 这倒还好 我是不会觉得不尊重 我是觉得还好 因为这是外号 小鬼比较容易记 但是我觉得在众议啊 或是在包新闻啊 叫小鬼我觉得是很好的 对 然后在专辑的时候 小鬼可以把它变成另外一个 叫黄洪生这样子 是的 但是我觉得你在另外一个方面也很认真 嗯 就是在画图 对 图文作家嘛 对对对 你也是喜欢画画的人 我最近在准备新书 太棒了 太棒了 我里面要设定你写序 太好了 马鬼哥 我在这边一定答应 而且我等一下写给你好了 哈哈哈哈 没有啦 说真的 我还是 我希望我可以帮你写序 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 因为你喜欢画画 我也喜欢画画 嗯 然后 呃 画画 喜欢画画的人 不会变坏 不会变坏 那是不一定 哈哈哈哈 但是我觉得艺术 艺术是相同的 嗯 今天不然你们两个就PK一下 好啦 好啊 切磋一下 切磋一下 看一下 呃 两个人风格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对 没错没错 那今年是龙年 龙年 然后就画个 跟龙有关的 没问题 好 来吧 来 板板 因为是龙年嘛 当然就是要可爱一点 这样 好 不然就很像刺青嘛 哈哈哈哈 好 不然靠到我这边好了 那只要我画刺青怎么办 诶 那我 我这边有个小故事 你们想听吗 听 就是 呃 我以前国中的时候 就很喜欢画画 然后 国中有很多的那种 你知道 揣陶啊 有 大哥 有没有 他因为我的 臂报啊 都是我做的 然后有一天那个揣陶 那个大哥就知道 我 臂报都是我在做 然后就一群人 带着小弟来我们 来我们那个 那个什么 教室 然后把我叫出去 哇 我很害怕 他打你吗 我很害怕 我想说 诶 在国中的时候 有点出头 嗯 风头太箭都会被打 对对对 因为我戏啊 我画个臂报 也会被打 他把我叫去厕所 好多人围着我 拿竹哨把那个 拔开在里面 尖尖的这样子 对 干嘛干嘛 对哦 天阿公 你很会画画 怎么了 我想吃一条龙 你帮我画 然后就叫我画 他这个手臂这里 拌尬 然后是一只龙 我说 可是大哥 我只会画七龙珠 他说没关系 你画画看 好看我就刺 嗯 不好看的画 他说 好啦 好啦 我画我画 我就画七龙珠 嗯 七龙珠 看这 其实七龙珠 也不太好画 我画好画 我就画这种 结果他很喜欢 他就会用墨水自己刺上去 这么热血哦 对啊 国中生 拿蹲这样子 自己刺 对啊 他刺完以后 还再把我叫过来说 你看 你画的 怎么样 不错 这里晕开而已 其他不错 天阿 我就觉得天阿 你真的超有种的 所以你之后在学校都 趁警无阻 后来他就很照我 但后继是什么 你知道吗 后继 就是有一年 若干年 十年后我们毕业了 若干年 我在头版 在那个新闻头版 看到他 他做坏戏 他被抓 去做了好了 他带着安全帽 你还认得出来 因为他那个刺青 认识 你画完了 我都还没有画 我看你不注意了 小鬼 不要再哈拉了 你还是赶快开始画吧 你看咱们Lollipop F 第一画手凹拳 可是非常认真哦 经过了一番 他们画画完之后呢 现在两个人都完成自己的画作了 耶 我刚刚偷瞄了一下 其实两个人风格不太一样 是吗 嗯 来看一下红绅的 好 好 So cute 哦 这是一只鬼 哦 它龙年嘛 所以它带了龙脚 龙的腮 龙手 好 那下面是另外一条龙 对 所以可以反过来看 看啦 哇好可爱哦 你的风格都是 就是走这种路线吗 呃 没有 我会随着我要的文字 跟随着我想画的感觉 那我觉得龙年喜气 所以就是可爱型这样子 哦 可爱的感觉 可以说我是截然不同的思维 对对对 完全没有想到可爱 哦 对 因为就是龙嘛 对 那就是画了七龙猪 哦 七龙猪 对 那这个是悟空啊 嗯 那它代表的是力量 对 然后拯救地球 因为今年是 大家有一个传言嘛 是 世界末日 对 这时候呢 就需要它来救世界哦 太好了 而且它是已经变到最强 第三代 第三代 长头发 哦 是吧 这个刘海 对对对对 对 然后这些龙珠呢 代表着今天大家的愿望呢 都会实现 实现 那这个龙呢 非常不可爱 因为画了有点真凶嘛 哈哈哈哈 但是呢 就是 我觉得希望这些东西 可以就很吉利 对啊 其实对 我想说的就是 虽然就是我们两个风格不太一样 但是呢 就是 我们的热情是一样 对 对 我们喜欢画画的热情是一样 还是你也想靠我画 我其实老实说 我蛮想靠我画 这是火山人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真的 我最喜欢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哪一个 我最喜欢的就是 小朋友画的感觉 天真 有一句标就是说 呃 那个 毕卡索 一生追求的就是 像小孩那样快乐的画画 天真 又有些 多好啊 你看 小孩才是最会画的 没错 所以我们现在 只是开玩笑的 不知道不知道 没有 节目长度有限 对 对 我们把后面那段剪掉 我们看得出来 好了 这些画呢 我跟鸿森的作品呢 他一样会在 华尉威斯的网站上呢 就是呢 诶 这要怎么送啊 大放送 大放送吗 还是要有活动呢 上次我们是因为舞蹈 对 舞蹈 对嘛 舞蹈送出去 好 那至于要怎么送呢 到时候你就知道啦 好 耶 好 这个要送给大家吧 对 对 对 露起来 对 那也希望大家 龙年行大 行大运 对 在龙年的时候呢 运气都很好 对不对 龙年还会再出书吗 出书嘛 龙年应该是 呃 希望可以在六月啦 你 你什么时候要出 我运气应该是 四月吧 哦 那还好 对啊 因为我四月的时候 在新加坡拍戏 嗯 三四月的时候在新加坡拍戏 但你差不多要拍完回来了 所以说 你那时候发 然后我帮你写序 嗯 对不对 然后太好了 然后我大概六月的时候 那我再帮你写序 对对对 好耶 对不对 然后好 也不会有效 你帮我放在一句啦 嗯 下 我也可以写啊 我正要说 我虽然不会泡泡 但是我会写字 不不不 树叶有专攻 文道有先后 对不对 下一张专辑 我希望你可以跟我在音乐上 诶 有有有 对不对 你作曲 我作曲 你很喜欢我那首 不再亲爱的 超好听的啊 你直接本来是要唱对不对 对啊 但找不到什么 没有卡拉 哎呀 卡拉 我下次准备一份 专程的卡拉送给你 对啊 专程的卡拉 李胜杰大哥的MV 对那首歌呢 叫做最近 哦 然后呢 那个时候 那个女主角叫吴亚欣 嗯 他那时候也是 还是model 然后也比较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那他现在也是很棒的 对 恭喜他 然后那时候 我们一起拍这MV 那时候 呃 我想说的就是 虽然那时候也很快乐 然后 有工作做了 很开心 然后 纯粹热爱表演 但是 呃 我现在终于可以拍这几MV了 嗯 就是不是 就是以前我拍别人的MV 是 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说 就是蛮重要 而且我也常常唱 然后 来提醒自己 我有一天我一定要 可以拍自己的 嗯 对 要珍惜现在啦 是的 嗯 好 我们来听一下 肖哥演唱的 最近 你最近不说话 怎么了 为什么 为什么 是不是有什么是让你不快乐 听说你最近很孤单 有点懒 有点晃 可是我却不能都在你的身旁 你想要的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我能给的 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我们不适合也不想认输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哭你成结是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 不想再约束不要再痛苦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 我刚刚介绍第五名 看一下本周突破重围的歌曲是哪些呢 结束了小季战的七场大挑战 五月天的新专辑第二人生也从末日迎向明日 演唱会主题曲《墨雅方舟》维持在第五名的位置 《墨雅方舟》维可为在二零一二年的歌曲成绩持续加温 小四女孩向前冲片尾曲《回家幸福》本周上升两名 在KKBOX颁奖典礼上 她也与林凡一同利临 活泼的她难得穿充满女人味的礼服 让现场为之惊艳 在爱里为家幸福 太多的微笑也比不上一滴眼泪的素 你是很恼复 默契大考验 蝴蝶的题目很搞笑 蝴蝶他就是比较香 就是比较 他就是比赛一起 如果你比赛 然后要赢了才可以有东西吃的话 他就会很认真的 小哥我们都认识十年了 我考考你 我最喜欢你